大家好 我是Matthew黑超 今天有兩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是香港的金融市場 最近恆新指數很厲害 好像瘋了一樣 還要成交破歷史新高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下 我個人的想法 我相信對大家是有幫助 有益處有營養的 第二件事就是摸下花生 關於林作 與各位富三代 其實我都有試過聯絡林作的之前 我也想跟大家講講 這件事我的看法 首先講一些正經的事 恆新指數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很多人都會接觸到港股 其實 我這次想跟大家分析 就是關於一樣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率 其實何謂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率 我首先很簡單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知識率 就是你買了這張債券之後 你會收到的利息 就是這個知識率 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 他們就說知識率突破1.4厘 是因為大家預期有通貨膨脹 這個說法未必是錯了 不過我有第二個看法 我覺得 這個十年期國債知識率 其實大家首先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想講講 就是供應與需求 那些人拋售一樣東西 價格自然下跌 價格下跌 債券的價格下跌 就是知識率上升 因為我便宜了去買這張債券回來 但是我收的利息是一樣的 所以聯儲局買債 進行量化寬鬆 他就在那裡不停地買債 繼而搶這個市場的國債 搶到價格高了 那就壓低了知識率 因為這個國債本身是一萬元的 但是最近我要用一萬三千元才買到 但是我一萬元買的息 和一萬三千元買的息 他派給我的息都是一樣的 是實際fix的利率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現在十年期國債知識率上升 首先他們解讀為通貨膨脹的預期 所以大家就不買國債了 走去消費了 因為通貨膨脹 其實沒錯的 如果通貨膨脹 我們細心想一下 接下來的東西都會貴了 那我的息是fix了在那裡 如果這個債券的息是fix了在那裡 我每個月都是收到一千元利息的 那現在這一刻 我是不是應該賣了我這張債券 去投資在一些更加容易獲利的東西呢 因為通貨膨脹 譬如我可以買好米 買好粟米 買好糟米 買好囤貨 就是世界的金融大 我就是這樣做的 這個是一個想法 但第二個想法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導致到債券的資息率上升 我們再想一下 債券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美國的國債被認為是risk free asset 即是沒有風險的債務 即是沒有風險的資產 完全是因為美元能夠不停地透過量化寬鬆引錢 只要全球都是有用美元來做主要的儲備貨幣 它就有條件去繼續引錢 所以它是不會還不到錢的 所以大家都認為它是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所以這個沒有風險的資產給你的利息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指標性 當聯儲國不停買債 買到這個市場缺美債不夠美債的情況下 美債的價格就自然上升 美債的價格上升 即是去派給你的息的回報率就少了 因為我用貴了去買 這個概念我相信大家是清晰的 但是第二個方向去令到美國國債的資息率上升 就是大家對美債沒有信心 或者沒有需要美債 那我們就賣 譬如我看到美股升得這麼瘋 我又沒有錢 那我當然是 我拿著一張美債 我當然是估了一張美債去衝進美股 是不是 或者衝進港股 現在都這麼瘋 就是因為這個情況也會導致到美債的資息率上升 就是大家都拋售美債 當然 如果有人對美元的信心是呈現崩潰狀態 都會有這個拋售的狀況 但現在不是 因為 因為 只要我們石油 依然要用 或者沒有其他貨幣 可以取代到它 這個情況 都不會這麼快出現 說回來 其實 美債給我們什麼指標 首先 第一點 資息率 就是 大家普遍 預期的利息指標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所以 它派給你的息 就等同你在存款所得到的利息 因為 你 放在銀行的存款 除了通脹風險之外 就沒有風險了 當然 假設 你是在一些很大信譽 或者 有存款保障的銀行 第二點 美債會影響大家日常的 就是 美債的價格 是會作為 這個世界所有東西的價格的指標 因為美債其實都是一個資產 它是一個沒有風險的資產 它有定期的回報給你 其實你可以將它跟樓宇相比 可以將它跟很多東西 去做一個指標性的比較 所以 為什麼經常聽到人說 美國的資息率上升 就等同 聯儲局要加息呢 因為 其實聯儲局 是透過 控制這個資息率 去進行加息與減息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這個圖表 就是美國 十年期國債的資息率 過去 三年的圖 我們看到 2018年 2019年 那些位置 兩厘左右 接著呢 疫情開始了 2019年1月 它一直插插插插插 插到1.411左右 這段時間插插是很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段時間 就是美國 聯儲局 進行無限量 QE 不停地買 每天去買 超級無敵 終極版 QE的時間 19年頭 18年尾 開始 一路買買買 那資息率就一路跌 剛剛跟大家說過的 那個concept 就是 我不停去搶 在市場上搶一些美債 聯儲局 就是不停搶一些美債 市場缺乏 美債 情況下 自然 美債的價格 不停提高 那就是 知息率 不停下跌 看見這條curve 19年1月 一路跌跌 跌到20年1月左右 是很合理的 因為聯儲局 不斷買債 當然 第二個情況 令到這條curve 不停下跌的話 能ganar intake 就是聯儲局 美國不斷買債就是在製造的需求 其他國際投資者買債都是製造的需求 什麼情況下美國國債會受追捧呢 就是非常動盪的時間 好像打仗、疫情、遍佈全球 那時候你都不知道買什麼好 好像買什麼都糟糕 就買risk-free asset 所以很合理那段時間 但是一下子插進去 我估計那個位置是0.12厘 但是吊詭是什麼呢 吊詭就是現在突然翻兜 現在突然翻兜就是 剛剛講過 有機會是通脹 有機會是聯儲局或者國際投資者 不需要美債 這兩個原因 是這兩個原因 但是大家不知道一件事就是 其實市面上流通的美國國債 有六成以上是聯儲局賣的 而他們並沒有宣布退出QE 他們依然是走極度寬鬆的 量化寬鬆政策 所以絕對可以否定是聯儲局 在這個市場上面拋售 他沒有拋售不但 他還有繼續賣 那就是國際投資者 沽 美債 那沽了美債 那錢去了哪 當然去了美股 大家都看到 那些錢瘋得不得了 其實那些人說通貨膨脹也對的 美股的通貨膨脹也是通貨膨脹的一種 所以呢 我們最近經常都會看到 美股那邊很奇怪 有散戶大戰大鱷 散戶還要贏了 現在好像很瘋狂的狀態出現 因為呢 其實大家細心 或者叫做理性少少去想想想 現在我們的疫情搞定了嗎 不是應該 雖然有疫苗 但是 是不是這麼好呢 那些東西 我又不方便去評論 或者給一些誤導性的東西 去誤導大家去進任何投資 我不方便這樣做 但是我希望呢 我今天給到大家的訊息呢 是 就是 起碼 希望令到大家明白 最近的業話就是 十年期國債知識率上升 因為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究竟去代表些什麼 那我今天就希望 這條影片 可以幫大家理解到多些 十年期國債知識率的事情 有些什麼問題 或者想我拍片繼續探討的話 不妨留言給我 第二單就是一些花生東西 這單花生東西呢 這張poster呢 我就專門CAP了下來 和大家分享 一百萬拳王 事緣又怎樣呢 我都和大家講一點背景先 很快的 事緣呢 就是有一條人叫林作 有一條富三代 姓中的 中少 中少呢 就是非常有錢的 家裡幾百億身家 林作呢 都不是窮的 不過是一個失時隔晚 我估計 他媽媽可能有一兩三億 但是錢不到他手的 估計 因為他拍片 又要籌其一球 如果是一個富家子弟 一球就濕濕碎 就像中少那樣 一球對他來說濕濕碎 所以 就形成了一件事 走出來 一個呢 就想賺錢 突然之間 有一個這樣的一球機會給他 他點到這番影 一個呢 最近他又做YouTuber 又要出名 很多生意 那 Suppose對他來說 一球其實真的很少 因為他家裡有幾百億 就是這樣 林作肯去到 留了個言 然後就有些口角 然後就開始簽約 要打雷台戰 但我想說 其實林作贏 在我的立場 當然 大前提他要 不能被打死 即是有機會 這個中少 簽得生死狀 給你一球 那麼容易嗎 即是站於這個立場 其實這個中少 站在一個危險的 地 地 position 我覺得 我覺得呢 他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 現在這個中少 即是他進退兩難的局面 可以說 反而林作呢 就處於優勢 在這個輿論上 首先 第一 感覺上 雖然林作也有幾億身家 他媽媽 但是 是他媽媽 不到他手 那麼 他失時隔 沒什麼錢出來跑保險 那麼 但是 即是 他已經是 窮一些 雖然他也不是窮 但是 和阿鍾少比他就窮 那麼 暫於這個道德高地 窮人永遠都是 受關顧一些 首先 這點他贏了 第二 鍾少其實 其實我覺得呢 他 這樣被人夾了一百萬 有沒有人會笑他蠢 或者傻 我不知道 不過 可能他會有這些隱憂 是不是 這樣 激你幾句 這樣代你一球 你是不是沒有路 可以有這些人 有這些想法 當然 他又可以還一句 一球 我跌都跌了 街邊派利是都派了 OK 我可以打到這條林作 就可以了 幫香港人出口氣 現在他們兩個都說幫香港人出口氣 很搞笑 但是 為什麼我說這個鍾少 是一個比較進退兩難的局面 第一 他很難縮 對不對 他又開這些offer出來 然後 現在人家林作又 不停在那裡抽水 他不停利用這件事去抽水 繼而提升自己知名度 當然林作贏了 在各方面 都是贏了 大前提 他不要被人打死 打死他的話 贏什麼都沒有用 所以 鍾少很危險 鍾少唯一能夠發洩 或者出氣 他不能不打 他不打 那一球又被林作唱到 笑他 不知怎麼笑他 他很難做 他打 我打你不死 我的氣又不順 我打死了你 我就會受萬人的退 哇 有錢大了嗎 一百萬買人命 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鍾少 如果我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這宗輿論 或者這宗搞笑的花生片 百萬拳王大賽 是 林作贏了 一方面他贏了名氣 雖然他被人笑 但是他贏了名氣之餘 他亦都代到一球 他亦都可能多了一堆跟隨者都不定 今天上回到這裡 那麼多了 那就花生就摸完 我們拭目以待 最近香港的 不是多開心 當然我也很不開心 因為我最近 受到大家評擊得很厲害 我也在這裡 跟大家道歉 我都應該要諒解 你們的 事關我的受眾是你們 雖然 我所說的話 依然是我的想法 但是我都不會再說 因為你們不喜歡聽 那我不說 不代表我不認同 但是我只是不說 多謝大家一路以來的支持 無謂因為這些小小事傷和氣 多謝大家 Thank you 拜拜